七娘子不可 七娘子不可 我和老君正在目中 滚 你看我干嘛 明日他要怎样 你先顺着他 看看他要干嘛 若是他对我 有不良举动怎么办 你堂堂一郎君 还能怕他不成 我不是 轻轻 该歇息了 来 儒儿 多吃点肉啊 谢谢阿家 大爷 明星巷的小宅 遭贼了 遭贼了 我去看看 你快坐下 这还怀着身孕哪 就你那小宅子 说实话 谁偷啊 可是李郎 你这样 你找两个户备 去看一看 是 可说不定 不是什么小偷进去了 可能是什么 两个野鸳鸯啊 在里面私会都有可能 是吧 就是啊 这小宅 不就是买来私会的吗 这贵重的东西 不是都给你带来了吗 还担心什么呀 吃饭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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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如果这账簿 在李帝的小宅之内 那小宅遭贼 他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要么就是这账簿 不在小宅之内 要么就是这账簿 藏得极为隐蔽 那会是在哪儿呢 娘子 别多想了 周浴室啊 也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 喝点水吧 娘子 你手有没有事啊 没事 没事 快起来吧 娘子 李郎 回来了 回来了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我这 我这刚刚走得急 不小心把茶水 洒到身上了 李郎 你怎么吃茶 又湿到身上去了 我这太想你了 喝茶的时候没注意 怎么又这样 走吧 给你去换一身 好好 水 这可是你老家 永平郡的口味 这都是吴州的风味菜 您若是想尝尝永平菜 我改日再给您做 好啊 对了 昨日秦娘子崴了酒 多亏了你 回去之后 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曼娘可是学过医 学过一些 对了 我还会调配一种药玉 药玉 对呀 我家娘子调配的药玉 极好 这药玉啊 强身健体 不如我调来 给威郎试试 好啊 随我来 帅人 两个个 exclusively 是 室男女 药玉 哪儿不成身上有隐情 清溪 娘子今儿怎么了 贵郎去了东丽院 跟他去东丽院有什么关系 清溪 你今儿拿的花财不好 这 娘子不是平时都说 这种自然天成的东西 怎么看都好看 今日怎么这不好 那不好 我看不好的是魏郎君 不过 我看魏郎君是个正经人 不会建议四千的 什么建议四千 我们是来办案的 他是办正经事 再说了 他死不四千 关我什么事 郎君 郎君 清溪子 你可嫁我家世子了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景中那边传来消息了 说魏县此处有一道伤疤 我想赵冲锁扶曼入府 应当就是为了确认此事 魏郎 我都准备好了 我来为你宽衣 我自己来便好 妾身入府 不就是来做这些的吗 让妾身来吧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虽说是药玉 若是让秦娘发现的话 她可未必想得那么简单 没关系的 刘嬷嬷在外面看着呢 刘嬷嬷的小身板 怎么可能挡得住秦娘呢 我看还是算了吧 再说这药玉的味道 太难闻了 秦娘一定受不了我 魏郎 这药玉 现在闻着是有些药味 但过后 是不会有味道的 你就试试嘛 来 秦娘子 秦娘子 秦娘子不可 秦娘子不可 魏郎君志在目楼 滚 你们在做什么 魏郎 秦秦 曼娘替我 腰玉 你看 腰玉 你看 腰玉 我看你是想给我下药吧 秦娘子 你怎么这般的 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 你骂我 魏郎 他骂我 秦秦 秦秦 我们不生气了好吗 我们回去 回去再说 不行 不许走 今日我也要把话 说说清楚 说清楚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跟我说话 魏郎 当然是赵郎提出 让你带我回府 你若是不愿 你就拒绝他呀 为何你硬了赵郎 用这般对我 赵兄盛情难缺呀 是盛情难缺 还是你对我 也有所动心 绝无 听到没 秦娘子 我从未与你争强 你为何要这般 睁眼说瞎话 你现在就在和我争强 走 不许走 走 不许走 走 不许走 不许走 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 真的 大夫都检查过了 哎呦 那就更不能动气了 我们先回去 进屋啊 小心别动了胎气 哎 总算是把你抢过来了 噓 可是又发现什么 那胃腺的腰上 有一道疤痕 难怪他一直想脱衣服 你一个郎君 倒是让一个娘子 扒了衣服 这不是没扒成吗 这定是要拼死抵抗 如不打消赵冲的疑心 以后可怎么办